川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宴请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马昭旭与吴海涛为座上宾 此外川普总统还提到星期二的国情咨文的重要性 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 时间交给耀义 是的 平章 我们知道在今天的这个1月29号的星期一 川普总统在白宫的国宴厅宴请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 那么很多的大使都来到了白宫 那么包括了1月15号才刚上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马昭旭 还有这个中国驻联合国的副代表吴海涛 那么这两位呢不但是这个成为川普总统坐上宾 而且在现场呢还是坐在川普总统的正对面 跟他面对面吃饭 那么川普总统在午宴的时候呢 他则谈到了这一次跟各个大使们将会谈到的议题 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今天我们将讨论我们在一系列安全挑战方面的合作 其中包括非常重要的是朝鲜无核化 反制伊朗破坏中东稳定的活动 结束叙利亚冲突和打击恐怖主义 是的那我们刚刚听到川普总统提到呢 这一次将讨论的议题包括像朝鲜问题等等 像朝鲜伊朗反恐等等呢 其实美国都需要中国的合作 而在叙利亚问题上呢 我们知道中国多次在在任何国当中投下的是这个否决反对票 那么在去年的4月的时候 由西方国家发起的谴责叙利亚政府攻击平民的一个谴责案呢 俄罗斯方面投下了反对票 而中国则是弃权 所以看得出来呢 美国方面在美国呢 也需要中国在多方面的国际事务上呢 来进行合作 或许这也是今天为什么中国的中国联合国大使 可以直接坐在川普总统正对面的原因 那我们同时也看到了 川普总统将在明天到国会进行他第一次的国情咨文 那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白宫的资深官员已经向记者们来预告过了国情咨文的内容跟主题 主题呢将会是一个骄傲强壮而且安全的美国 主题呢将有五大部分 第一个是公主与经济 第二个是基础严设 第三是移民改革 第四是贸易 第五则是国家安全 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在回答白宫记者问题的时候呢 他则谈到了明天的这个国情咨文 他认为是十分的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 涵盖了很多领域 包括我们在市场上的成功和减税 这是一个重大的演讲 一个重要的演讲 我们涵盖了移民 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讨论移民问题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做成任何事情 我们希望能够做成一些事情 这必须有两党合作 因为共和党人没有足够的票数 来让他以其他方法通过 所以他必须是两党的 希望民主党人加入我们 或者他们当中有足够多的人会加入我们 让我们真的可以为DACA和移民做一些好事 我认为这也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演讲 这么多年来 在贸易问题上 全世界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 正如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的 我们已经阻止了这一点 而且我们是当机立断地停住了 我们必须有互惠贸易 而不再是一个单向的交易了 是的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川普总统的说法 就是说不管今天是这个税制改革 或者是这个贸易的问题 都是川普的所谓工作与经济方面 都是他心中所关注的部分 当然还有这个移民改革 是他竞选的时候的承诺 都会在明天的国庆自闻当中提到 不过白宫记者的另外一个问题 川普总统则没有回应 什么问题呢 就是问到说今天早上FBI的副局长 这个麦凯布突然宣布辞职的消息 那么我们知道呢 在前局长科米被川普总统解职之后呢 这个麦凯布曾经担任过代理局长一阵子 那么当时科米说呢 川普总统要求他停止这个设额的调查 并且呢要求他要对他对总统来做效忠 那么呢 在这个麦凯布之后呢 也受到川普总统许多的批评 说他有政治方面的动机 甚至呢也在推特上批评他说 根本不应该让麦凯布做到退休的年龄 那么麦凯布原本是预计在今年的三月要退休 借满这个退休年龄 但是在今天一月二十九号呢 突然宣布了辞职 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 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 则是否认说这次麦凯布辞职 跟白宫有任何的关系 并且说呢 任何跟这方面的问题 记者应该直接去问FBI 评章 好的 谢谢耀依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谢谢大家